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 近期胡锦涛出访 周永康在国内趁机大肆封网抓人 关闭微博的评论功能 结果胡锦涛回国之后 微博评论解禁 甚至出现了超级敏感词 活摘器官 在中国的四大微博上一度解除封锁 评论认为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等血债 是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江系的死血 也是胡温的杀手锏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聚焦 在这里 自王力军事件以来 崩网与解禁一直是胡温与江州之间争斗的一件利器 转发轮、神韵艺术团、六四天南门事件和活摘器官等顶级敏感词 一度在大陆互联网上被时解时封 但这次微博解禁、活摘器官 时机耐人寻味 从3月25号到4月2号 胡锦涛出访韩国、印度等国师 周永康在国内大力封网抓人 北京市公安局发动所谓春风行动 抓捕了一千多网民 关闭16家网站 暂停了新浪和腾讯的微博评论功能 胡锦涛出国访问的一周内 周永康联手中共主管宣传的李长春 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辟谣、封网、抓人 形成了对胡温的反扑之势 虽然新华网在4月3号报了中共9名政治局常委 他们的集体亮相 但是我觉得不能掩盖胡温和江派的势力 在这种内斗计划面临最后摊牌的这个现实 北京日报3月31号发表文章 称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 夏小强认为这是北京市委刘琦 对胡锦涛的直接挑战 因为北京日报是刘琦所掌管的官方喉舍 而他也是江派主力 刘琦是极力执行江民 迫害法轮功的江派主力 他在海外多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 反人类罪被告上了法庭 胡锦涛4月2号结束访问回国 与此同时 不仅新浪腾讯微博平稳功能恢复 更在国内四大微博门户 新浪、腾讯、网易、搜狐上短暂解禁 活摘器官这种超级敏感词 一度在这些微博可以搜索到新唐人电视台的 活摘器官专访报道 国际调查员称 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中国肾一只鼻祖 南京军区总院副院长李磊时跳楼自杀 以及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教授卡普兰 关于中共为需求而杀人的演讲 看到讯息的搜狐网友九天智越说 根据常识推断 国外器官移植一般要等好几年 国内一两周就可以了 怎么解释 几万例的手术靠几千个死刑犯够用吗 用脚趾头想一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很多网友跟帖发问 还有多少反人类的事 好多东西都掩盖快百年了 作家夏小强还注意到 有关王立军主管活体器官移植试验的资讯 也在微博流传 一条 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中国工程院院士 甚移植至鼻祖跳楼自杀的帖子 占据了热门微博排行榜 他认为 江泽民和周永康曾激励封锁法轮功真相 现在铁木洞穿死血被点 说明江系已经失去了对网络的控制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江泽民和周永康为代表的 手中沾满民众血债的血带派 极为恐惧网络开放 言论自由 真相的传播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将会使江派势力迫害民众的罪恶 曝光于天下 那样他们很快就将受到法律和人民的清算 所以呢 近期网络所谓的封杀谣言 就是封杀真相 海外网络作家林子旭建议 大陆微博4亿用户 要想了解王立军事件的全貌 就必须了解活摘器官这样的资讯 他认为国内民众必然会对其真相感兴趣 而且也会触罚人的良知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我相信但凡是有良知的人 都不会再容忍这等邪恶的存在 更无法容忍江派的存在 同样呢 也绝对不会再容忍中共这种邪恶体制的存在 林子旭指出 解禁活摘器官这样的敏感词 暴露江派暴行 进而使其瓦解 中共政权可能随之崩盘 胡文要想彻底清剿江家邦 并将其罪行公布于众 中共也就必然随之崩盘瓦解 目前来看 清理中共政治经济等 诸多方面的乱局 也唯有处理中共这个体制才能做到 史证评论家张天亮认为 胡锦涛可能现在还在等 或者是等待江泽民死 或者是等待周永康阵营里面的人 全都暴露出来 对于胡文来讲的话 他也肯定要等 我估计至少得等一个月的时间 都是给大家充分表演的时候 所以你会看到像李长春 像刘吉就跳出来了 一旦下了决心之后的话 这个要收拾起来的话 那可能我估计四月底 而且李克强本来四月份 是要访日的嘛 也取消了 所以我感觉四月份 有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很有可能是再往后挫一些 张天亮认为 十八大即将召开 胡文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 尽管现在胡锦涛极力在本中囚禁 试图消除噪音 但终归掩盖不住中共高层内斗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 凸显党内大乱的现实 新潮人记者屈明 吴慧珍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